現在仍然有好多粉絲 一口吞舒適 一口吞什麼 都會拖到阿姨來跟我獻養或示威 有一次在吃麻雞的時候 差一點點 所以我就說不要吞 2024最強迷藝 蔡醫師來了 棒式解密 呼籲大家一口吞打妹 夏季新聞網的讀者們 我是蔡醫師 祝各位萬事如意 胡大胡小的迷之運進 2024上半年最強活體迷藝 蔡醫師來了 博園婦產科醫師蔡豐博 會憑著一口吞放式影片 在IG抖音等社群上爆紅 其實有這個無心插流流程 我PO了幾次TikTok發現 我只有一個12秒鐘 就一個精神打到一個精神 像進去什麼聲音都沒有 就五萬人點唸 有點誇張 第一次這樣爆紅的是在前年 還是去年過年的TikTok 我那時候都動不完 幾乎一路上都有人要找我合照 三四個月就小紅 所以我最以往這個流量 目前不是很在意 這條書木魚嗎 他這一次是在 就是工作比較忙的時候 吃東西吃慣了 對 很喜歡吃書木魚 我已經變當時沒有吃 這個當然是慢慢就 一整天一度這樣吃完 沒有想到這個動作好像 有一點搞笑 又有一點創意 結果就有人跟著要寫 有一次在吃麻糬的時候差一點點 所以我就說不要去 放式是這樣子 以前我看到門整 我這裡是二樓 我會叫我們小姐跟我跑 我就跑到九了 然後在那邊做養護體重福利行程 那因為我太太的大姐 她是台大福建系的 她說這樣子會對脊椎不太好 她建議我做棒子 棒子有很多便衣型 譬如信母龍 它有一個名詞 但是我用信母龍叫做好記 還有貓貓人 那有一次我在看TikTok的抖音的時候 發現大福祥品 有一次沒事在場邊 你在做棒那個貓貓種 貓貓種它做起來是這樣子 棒子是所有的運動員 他們在訓練核心肌群 很重要的一個 其他是我粉絲做的我都很喜歡 蔡醫師抱紅後 不捨年輕粉絲幫忙做大量周邊商品 大概有一句話結論就是說 什麼都賣什麼都不奇怪 我真的是被我粉絲打敗了 最早的周邊其實是一個 非常有創意的 會寫電腦程式的一個陳小姐 她做蔡醫師的棉花糖 她的理由就是因為要一口吞蔡醫師 這一顆40塊錢 你知道嗎 14分鐘800顆 鳥殺 個人工作室他們賺的這個辛苦錢 我不想跟他們分離麻煩 我說你如果有利潤你想監 你就監給食善機構 蔡醫師主治不孕鎮還試管硬兒 不僅曾幫62歲婦人完成試管硬兒 並成功順產還連續四年融登世界 名人入至今舉辦過四屆金子大賽 真好男人給你 歷屆以來上冠軍者 第一屆兩屆 第二屆三屆 第三屆三屆六千萬 第四屆三屆八千萬 我跟那個男生說你 大概生意打棒球隊都不成問題 那金子太多了 蔡醫師真的夯 記著哥哥一猜訪完台 和等候多時的粉絲們拍照 一二三 蔡醫師真的暖心親切 難怪圈奮無數啊